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了立法院的先例 下午就在周万来要求被专案报告的这个会场里 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好像也不是真的很想听周万来讲话 他想要听这位他说最帅律师来讲话 听听看这一段蛮荒谬的咨询过程 我们依法依宪法可以邀请总统来国情报告 何错之有呢 哪里有违宪呢 要这样报告 云大王的县法法庭对于国情报告 他非常清楚的一句话 总统制国情报告没有这个县法义务 立法院也没有听起国情报告的县财务 李泉和律师 您同意秘书长说的 总统没有这个义务吗 总统没有这个宪政义务 因为不要曲解他 不要曲解他 你是不是要让我说明完 因为你刚刚说过了 我就觉得很难以接受 显然看起来还是想Cue这位 这个李泉和被称为最帅律师 然后来谈话 并没有真的想听周恩来谈 周恩来要回应的内容 全部被打断了 因为这次谈的两位要求 外部来参加这个专案会议的 是所谓的民间司改会的律师 那其中中嘉宾除了安排周恩来以外 这两位民团的律师上台报告并备询 看起来吴四瑶比较想听他们的话 只是想要修理一下周恩来 也没有要让他好好地说明 他的法理或根据所谓条文的意见是什么 因为黄国昌也认为 中嘉宾找这两个民进党的侧义来列席的话 专门替民进党洗地 把昭伟的格局做小了 怎么不找民进党前立委林佐水来呢 林佐水怎么看待这次国会改革法案大法官的失线 这才是真的有意义啊 所以国会改革在答询里面 他专案来怎么回答 他认为啊 其实大法官认定官员 可以不请假就缺席 立法院被询如果这个所谓做伪证 或者是说谎话 拿假的资料 也没有关系的话 他很无奈地说 那么立委现在如果再怎么修法也没有用 反而更把立法权扩大线缩了 比之前还要不如 那么赖清德总统过去曾经恐吓 不服大法官判决 青鸟会飞出来 那林佐水就讲话啦 他说七八月之间 青鸟核心之意的司改会声明 说多数暴力纸蓝白 到时候假如蓝白头脑清醒了 不再接受三大王没收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青鸟会再出来呢 那至于八年无成 这种说法 骂的不就是前总统吗 蔡英文前总统吗 已经全面执政 却以违宪为民 全面杯葛 过去曾经提过的法案 所以林佐水问一个问题 青鸟的箭头会指向哪里 民进党要想清楚 那么宪法法庭 可能会解散在野党吗 昨天在这个宪法法庭的 所谓视线文里头 被说是暗藏玄机 这是杨明说的 他认为在野党 如果不处理大法官人士同意权的话 就是违宪政党 那这个政党宪法法庭 可能会把在野党全部解散吗 那全部只剩下这个民进党就好了呀 那所以卢志强开玩笑说 那干脆这样 搞政党解散太麻烦了 修宪让赖清德总统登基 当皇帝更简单 哭手图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立法院的武功被废吗 被港媒是分析认为 韩国瑜接下来院长的身份 担子会更重 但问题是院长也不过是个 意识协商的这个角色而已 如何担这个担子呢 那2026要拿下南台湾 这个概念是什么 有一个跟报道好几家媒体都引用了 好几家媒体引用这个叫做 印度神童跟阿南德同盟的 废陀占星权威 蛮有意思的 说什么 明年韩国瑜的上半年运势 在逆势中文力成长 甚至2025年9月以后 事业声望更上城楼 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 北检再办超市鸡蛋案 这几个人的运势也不会差哪里去 怎么说我们在等超市案 有没有进度的时候 时间点蛮刚好的 刚好是大法官示线说 立法院不可以有调查权 都几个调查权重要的关键案子 也包括超市案 那大家说那是不是超市案 再也没有真相了呢 这个时候马上就有进度 哦 罢 所谓陈吉仲林聪贤 陈俊记都列为被告 哇 看起来标题很推波很快 然后呢 然后就无保请回啦 三个人通通很快的停讯完之后 无保请回 时隔了一个月才传唤了三大咖 什么不光灭这场 因为这案子也太久了 还有日本 滞留日本的关键当事人 也没有什么消息 反而8月30号比较一下 柯文哲减联 到租出搜索之后 哇 立刻带回征讯 各种的进度 有多么的快速 当然今天下午应小微等 相关的其他被告 也已经被裁定延压了 PPT怎么讨论 说先通气超市那个 把那个被告当被告很 变被告很久了 怎么连通气都没有 超市怎么不通气 就推论 最脏的是民进党拔 那当然金华城案 屡遭爆料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讨论起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 都跟着媒体在办案吗 北检还是进检 大家有这样的疑问 结果检察总长 这次突然跳出来说话了 他怎么说呢 现在最高检察署 新闻稿说 多名立委咨询的时候 都认为司法机关 侦办柯文哲所 是案件有违反侦查 不公开而是乱公开的情况 所以最高检察署 将发交台湾高等检察署 依法查明事实真相 奇怪了 之前不是还有 约谈相关媒体当事人 行李如仪的走完之后就说 哎呀没有什么泄密的问题 刑太招现在是 到底是为什么要查 是为了警告北检 柯文哲案好好办 证据要够 要不然升官发财 还是堕落丢官 就在一念之间吗 不知道 但是不是真的要查泄密 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汉庭我们看到立法院的质询 当连秘书长这样角色的文官 都被叫去专案报告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现象呢 先讲超司在这个时间点办 很明显是一种掩护 为了要告诉大家好像我赖清德最公正 好像我的司法最公正 一开始呢 办柯文哲 大家问那为什么不办超司 所以他就象征性的办一下超司 大法官解释 说立法院不可以有调查的小组 目前的超司的委员会的调查小组 必须要作废 大家在问那怎么样才可以调查弊案呢 所以检调就说 好那我们也稍微约谈一下 感觉有在办 对吧 所以你立法院就不要该该叫 因为检调该查还是有查 但实际上这叫所谓的查 你看三个人简单问个话 然后就请回 连积压都没有啊 申请也没有啊 有本事就真的干嘛 先积压再查金流 我才相信这不叫做作假 这不叫做袒护 连交保都没有啊 对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何看待大法官的说明 选项一 理性思考大法官讲的内容 有没有道理 选项二 无条件信服大法官讲的一切 大法官是电 是光 是唯一的神话 是superstar 结果民进党 集体选择二 就是告诉大家 放弃思考 放弃用脑 当然啦 没有的东西它也很难用 所以我们当然要实际上来看 大法官讲的东西 有没有道理 不是因为他是大法官 所以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在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当中 无条件的完全信服某人讲的话 那跟帝制时代没什么两样 那也是把老百姓当成白痴 大法官在这一次的说明 很明显啊 是一种倒退 民主的倒退 甚至倒退回到 比李登辉时代还不如 就比如国情资文 当时李登辉是跟国大代表做报告 做完报告 李登辉还会留在现场 听大家的意见 听完意见呢 他还愿意答复 虽然法律没有要求 但是李登辉愿意 对吧 那现在呢大法官是直接讲什么 就说赖清德啊 没有要来报告的宪法义务 然后立法院也没有听的宪法义务啊 就根本爱来不来随便赖清德 讲什么东西赖清德决定 那要不要留下来听呢 也不需要 要不要答复呢 也不用 这不是倒退回过去的时代吗 好 那么再来最夸张的就是 官员啊 不论他是在接受质询 或者是调查 或者是所谓的听证会 未来大概都很难召开 但是他们说谎都不用被罚 连缺席都没问题 都不用被罚 缺席 无故缺席也可以 爱来不来啊 没话来了也可以说谎造谣啊 都不用被罚 因为罚了呢 就是这个叫违反刑法迁移原则 那当然这还有他的法理解释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变相等于大法官就是说谎的捍卫者 大法官是造谣的保护者 大法官呢也是防止查处 弊案的一个帮凶跟集团 那么国民党说要反制到底 当然在体制之内 面对大法官的胡作非为 其实是很困难要去做抗衡的 你除非说举枪革命造反 体制之内可以怎么做呢 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比如说第一个 既然这个大法官宪法法庭讲说 因为总统跟国会都是各自由人民选举产生 所以各自对民意负责 彼此呢是没有义务关系的 大义如此 那么请问同样的道理 总统不应该接受这个国会的质询 为什么台北市蒋光安 要受到台北市议会的质询 那为什么新北市议会可以去质询侯友宜呢 所以我在本周就会要求台北市政府 提出示线 干嘛 地方制度法48条 要求蒋光安接受质询 请问一下大法官有没有问题吗 如果大法官觉得说有问题 全台炸锅 大法官觉得没问题 难以自圆其说 第二个 宪法法庭说官员不能够罚 那我让他社会性死亡行不行 那立法院就发函给全台湾的 各大专院校各公司罕号 说某年某月某某官员 在国会质询的时候公然说谎 附加一句大法官说不能罚 那我们就让天桥底下说书的 每天轮流宣讲 然后天天拍影片说 这个人就是说谎者 让他社会性死亡 那请问这样行不行 维翰 如果说这个宪法法庭 最新的裁定里暗藏了隐藏版 就是准备要解散政党 这个事情真的可能发生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不会发生 先把法庭做他的解释 那他解释什么 解释我们现在这部宪法 所以其实特别是总统国情报告 这一部分 不是说提出视线 然后视线结果出来 好今天才这样讲 在先前要提出视线 或是说在修法的阶段 今年二三月的时候 我就有写文章 或是在我的广播节目当中 就已经发表过我的出钱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以前跑总统府 也了解总统到立法院去国情报告 我觉得刚刚汉廷的例子 觉得非常好 这就是现在民众会愤怒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民众直选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 那同时也选给台北市议员 我看题 对不对 可能有这样的人 因为议员有一票 市长有一票 然后我让蒋万安去主持台北市政 但是我又另外有一个议员 可以揭入台北市政 就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把一票投给总统之后 我又一票投给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就不能问到总统呢 这就是制衡 应该是 对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经过了七次修宪以后 我们的宪法征则条文的第三条 它是让行政院长去立法院背询 所以行政院有对立法院 这个就是负责 就是报告之责 然后立法委员有直询 行政院长跟部会首长之权 所以立院的那个权 是直询行政院长 但行政院长以前是双首长制 双首长制的话 立法院还有隔会同意权 他也等于有经过民意的洗礼 立法院 那总统呢 是国民大会 都不是直选 可现在已经总统直选 1999到现在了 所以人民已经习惯到 我总统一票选总统之后 经过七次的修宪 又把总统的那一个 层层保护到 他已经到后面 在帘子后面 然后可以直接指挥 前面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被咨询 被骂 被监督 他没有决定权 对 所以我才讲 就这事情其实基本上 我群情激愤我完全理解 你监督不到总统 可是现在的宪法 就是这样写的 总统的宪法征则条文 第三条跟第四条 告诉你总统 没有到立法院去的义务 但是只要立法院 邀请总统要去 那现在 得去 他也没有一定要去 就是立法院得听取 那怎么得呢 就是你经过 四分之以上的提议 然后大家去邀请总统 总统就要来 但因为过往 总统想来的时候 立法院说我不要 立法院想邀的时候 那个执政党 又是国会最大党 又是反对 所以历史上已经七次 从陈水扁到 马英九到蔡英文 都无法成行国事的 国情报告 后面的国事件言 所以很简单 我的决定非常的简单 就是其实也不用生气 宪法法庭 为什么都这样解释 因为这个解释并不意外 根据现在目前 宪法整合条文就是这样 一线有的条文 应该去开始进行修宪 如果民进党你也觉得 总统应该来报告 你也不怕来报告 那就同意修宪嘛 其他部分 没有公司的部分 赶快把宪法修了以后 然后把这个总统 应该到立法院去 报告的事情 把它定过来 因为现在目前就没有 第二个 这次是六大部分 不只是总统国情报告 这个比较简单直接 因为当时我觉得 这个东西被判违宪的距离非常高 另外有关于质询的部分 有关于官员 他是不是有这个 就是藐视国会罪的部分 有一些违宪 有一些没有违宪 其实也牵涉到 就是有一些单位 比如独立机关 又或者是我们县称上 所以说到底 还是宪法的问题 我们目前可以行持 调查权的主要单位 其实是監察院 可是監察院 没有在做民众喜欢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監察院经过 七次修宪以后 他的权力来源 来自于总统 他并不是民众选出来的 所以总统会提名的監察院 我刚入行 在跑政治新闻的时候 監察委员还要依照 立法院的那个蓝绿笔 去做调配 现在完全都没有了 以前还有国民党的 清明党的民进党 现在完全都是总统题 所以所有的監察委员 都听听总统的时候 你对于他的那一个调查 你就会觉得他的成效不上 有些案子都不碰 所以才会有民众这么大落差 关键就是修宪 修完宪以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不过因为就法 宪法条案就是如此吗 例如大法官詹森林 他有不同意见书 他就认为说 法理上总统既然不是虚伪 本来就应该负责 哪里有违宪了 惠伦哥 这个我是不认识 我是很抱歉 我比较 这个比较菜 比较值钱 那这个媒体说 这个是最帅的律师 我不晓得律师 帅有什么用呢 那你去帮柯文哲辩护好了 律师的 一个律师好或不好 是看他帅不帅 那叫最帅的立委 还是要找一个最帅的叉叉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立法院在媒体 这种肤浅 礼盲跟烂情 就是这样子 什么叫最帅律师 律师利不利害 是看他打官司 不是看他帅不帅 像这个立委 这个要问一下侯汉廷 为什么吴思耀能够当立委 明明侯汉廷的票加张诗刚的票 是比吴思耀还多 为什么吴思耀在骂人 吴思耀在骂国民党的立委说笑死人 吴思耀你在笑死人 那国民党赶快罢免 只要把张诗刚的票跟侯汉廷的票 催出来 拼一下投票率就把吴思耀罢免掉 我是觉得很奇怪 说怎么会 吴思耀在那里面 那这个周万来秘书长讲 这个是逻辑不通 周万来我就问你一句 你在当副秘书长的时候 立法院的职权是什么 一句话就把你问倒 什么活的意识字典 这很好笑 你看这个国民党 国民党是不是要加入民众党 大家都穿白色的 这很奇怪 你看这个傅昆奇 呛赖庆德说是赖皇帝 那如果照傅昆奇的逻辑的话 那我们有马皇帝 蔡皇帝跟赖皇帝 因为刚刚黄伟汉已经解释了 就是在以前 在马英九跟蔡英文 甚至陈水扁 李登会去的是国民大会 李登会去的也不是立法院 所以哪有什么皇帝呢 哪有什么立法权被限缩呢 没有啊 本来就不是你的权 哪是你的权呢 我们调查权 本来就监察院 所以我个人而言 我是觉得很奇怪 所以观众朋友 你看这种双少数的政府 他的意思说 赖清德得票率没有过半 然后民进党在立法院没有过半 所以叫做双少数 执政更陷入困境 因为观众朋友从520到现在 今天都10月底了 你觉得赖清德上台这几个月 有什么困境吗 我不觉得有什么困境 有什么困境 是什么东西过不了吗 那现在这个三个人事权的案子 有这个NCC 有考试院 然后又有大法官 人事案都不会聚审 但是会严审 那你就严审啊 你就排嘛 看你是要这个病案还是什么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 每一个会期几乎都有 或多或少 每一届立法院 他一定会碰到人事同意权的审查 那你就审啊 看你七个大法官的这个 这个人事同意权 你要砍掉几个嘛 因为你国民党加民众党是过半的嘛 如果你国民党跟民进 民众党都没有跑票的话 你七个可以全部把它砍掉啊 但只要多数据就好 不用三分之二 你多数据就赢啊 你就把七个大法官通通退货 你说我违宪 那我就把你这个新的七个大法官 通通把它赶走 我最后讲一个很好笑的 你看啊 这个是现在卡在立法院的 这个是朱主席 这个是这个朱镕泰院长 他说这个高金素媒这个进法补偿这个 朱镕泰说我要释线 很好玩啊 是行政院长呛说要释线嘛 对不对 那我又请问大家 那国民党为什么不释线呢 三分之一的立委连署就可以释线啊 没有国民党没有三分之一的立委吗 那你就释线啊 是你朱镕泰叫我释线 那我就释线给你看啊 你在威胁我什么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在野党有没有反制的手法 有没有一些手段 有没有一些筹码 有 那你要做什么 好不好 我们就看这个立法院 因为立法院会是 未来这几个月的这个焦点 就当他们去玩啊 好 那我们就当一个这个 非常忠实的观众 看看立法院他们玩什么 好 那因为浅秋 我对国民党跟民众党的这个 我是比较悲观 因为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之下 期待了 看立法院的表现 好 你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